华尔街财经 中国官员都在猜测秦刚下落 习近平为何不发话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已经失踪了三个星期 这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健康和地位的猜测 因为中国高级官员的突然失踪 往往被视为潜在的麻烦迹象 中国政府承认 由于健康原因 秦不会参加某些会议 但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细节 围绕高级官员个人生活和健康的保密 在中国共产党中根深蒂固 这可能会破坏党控制叙事的努力 虽然秦有可能生病并且正在康复 但围绕他缺席的谜团 对于如此重要的官员来说是不寻常的 如果事实证明 秦与共产党的领导层发生冲突 这可能会对习近平总统产生不良影响 他加快了秦的上台 秦于2021年7月 被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 几十七个月后就继承为外交部长 他一直负责实施 习主席关于北京 作为一个日益自信的全球大国的愿景 关于秦缺席的猜测 也在中国官员中蔓延开来 他们正在观察他是否会再次出现 或者是否提供更多细节 总体而言 围绕秦缺席的保密性 可能会分散中国环节 与西方列强紧张关系 和讨好亚洲邻国的努力 下一则新闻 中国可以在不及于降低利率的情况下 保持经济稳定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通货紧缩 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原因 也不应该促使北京向西 New View Economics首席执行官大卫 布朗David Brown表示 布朗认为 零价格通胀率是中国成功应对能源危机 和遏制核心通胀压力的标志 他建议 任何经济刺激需求 都应该通过财政通货 在膨胀来满足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中 而不是通过降低利率 布朗还指出 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 中国的增长和通胀表现更为强劲 下一则新闻 马克龙总统将在太平洋之行中 推动法国的替代方案 南华早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周访问西南太平洋 在中美紧张局势加剧的地区 提供法国替代方案 马克龙的访问将从新卡里多尼亚开始 这是一个法国海外领土 在连续三次公投中拒绝从法国独立 然后他将前往瓦努阿图 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成为第一位访问该地区 非法国岛屿的法国总统 马克龙将利用此行概述他的印太战略 旨在重申法国对该地区的承诺 在取消与澳大利亚的潜艇合同后 法国在该地区的参与有所增加 这导致法国将自己定位为中美对峙中的平衡力量 马克龙访问新卡里多尼亚 是在全民公决中拒绝独立之后进行的 这加剧了该地区的种族紧张局势 下一则新闻 更多打击芬泰尼的政策途径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前夕半球助理部长 最近的一篇评论认为 需要新的政策选择 来应对芬泰尼的破坏性影响 作者建议 打击芬泰尼及其变体 需要重新调整供应方进毒方法 作者还认为 当局应该关注的关键环节 可能不是控制芬泰尼贸易的卡特尔 而是促进化学物质国际贩命的经纪人 作者提出了几种政策选择 包括美国施加外交压力 使墨西哥的化学品控制立法 具有效力 培训墨西哥军方 以可能导致司法行动的方式 将证据拘留 以及改善墨西哥 遵守联合国赞助的跟踪 和出口前通知系统 下一则新闻 中国顶级芯片代工厂 中芯国际任命新董事长 参加最新高管改组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合同芯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公司SMIC 宣布任命新董事长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推荐的刘迅峰 正式接任董事长兼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负责人 思绪出台之际 北京对该公司 施加了更大的控制权 以应对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包括对半导体设备出口的新限制 以及美国可能对大陆投资的禁令 刘先生在企业管理方面 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 并在多个组织中 担任其他多个职位 前董事长因工作调整 从周一起辞去所有公司职务 中芯国际面临挑战 因为美国的制裁 阻碍了其开发10纳米以下的 先进半导体节点 然而 该公司专注于扩大成熟节点的容量 并在2020年 实现了创纪录的收入和净利润 下一则新闻 美国公司如何推动 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 国会山报报道 保罗 罗森茨维格 Paul Rosenzweig的一篇专栏文章指出 Microsoft 苹果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公司 正在为中国人工智能AI能力的快速发展 做出贡献 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了风险 他认为 通过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中国 并与中国合作 美国公司正在支持中国政府的压迫策略 并损害自己的知识产权和竞争力 罗森茨维格表示 美国公司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正在采取措施 减轻其在中国市场的风险敞口 但警告说 这可能为时已晚 下一则新闻 俄罗斯乌克兰黑海粮食协议 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半岛电视台报道 俄罗斯宣布 一项自8月以来 允许从乌克兰出口3290万吨粮食的协议 将于周二中止 黑海粮食倡议 由联合国和土耳其斡旋 允许从乌克兰港口安全出口粮食 该协议通过向世界市场 注入更多的小麦 葵花子油 化肥和其他产品 包括用于人道主义需求 帮助缓解了全球粮食危机 并防止了饥荒 协议的中止 可能导致股物价格大幅上涨 并造成主要港口的航运延误 下一则新闻 智能手机巨头小米 推动印度实体零售扩张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小米 计划扩大其在印度的实体零售店网络 以重新获得该国的市场份额 小米目前在印度拥有一万八千家门店 但其实体零售业务 低于其在线销售概况 该公司打算与国内供应商 合作销售其其他产品 如电视和安全摄像头 小米曾连续五年 成为印度顶级智能手机品牌 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监管审查和竞争 它在2021年第一季度 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排名第四 下一则新闻 华尔街银行在第二季度成本后 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路透社报道 摩根大通 JP摩根 摩根士丹利 摩根斯丹利 和花旗集团 Citigroup都下调了 对中国2023年的增长预测 此前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增速放缓 由于需求减弱 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6.3% 低于预期的7.3% 这些银行认为 中国的需求疲软 可能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连锁反应 可能需要北京方面采取更多财政刺激措施 摩根大通 已将中国的GDP预测 从5.5%下调至5% 并预计房地产行业将萎缩 花旗集团预计政策将下调利率 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摩根士丹利也下调了 对中国的GDP预测 然而高盛维持了 对2023年的增长预测 华尔街财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